好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tomcast 然后这tomcast就是 为什么要讲它呢 肯定是要用得到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会来讲一下它 这个有什么 它的地位是如何的呢 其实说在未来的说 可能这个pp 可能这个网站可能会越来越少了 或者说这个分量越来越低了 就说你们前面学了这个lmp架构 可能这种 架构 只适用一些 政府 或者是说一些 小公司的一个 官方网站 或者说个门面一样那种 就是说做一个展示性的网页 可能用到的pp 但是未来 我们是逐渐的是说到 比如说互联网公司 或者说一些电商 等等一些公司 他们这个网站怎么写的呢 第一个他们 他们占的最大比分的是这个Java Java 也是一种编程语言 那一般他们直接是用这个Java 写这个网页的 比如说它的官网是什么 比如说都是什么点JSP结尾的 像我们我们学过的pp 是这个点PAP结尾的文件 而这个Java写的是点JSP结尾的 对JSP的跟Java相关的 但不完全Java 然后这是第一种拿完 现在又更流行的是叫做Python Python也是能够写这个网页前端的 就是web前端也是能够写的 然后这Python的话 它其实Python程序用什么启动的呢 它其实是用这个Python一些相关的一些解释器启动的 所以说像我们学过前面学过那个LNP那Python 它只能是解析这个Python文件 也就是说HTML文件它解析不了 那JSP文件解析不了 Python的这个程序代码文件它也解析不了 所以说它的这个应用的范围比较窄一点 然后现在这个Python这个程序员的这个流行 这个流行已经过去了 它现在反正这个Python反正是有下降 或者说已经是平稳的状态了 就是说已经不会再有什么再大的更大发展了 因为在在中国这个Python这个市场已经非常饱和了 因为学完这Python只能是做这个web前的开发 然后它就是因为这个Python开发 这个大家也听说有个叫说传直播客 还是叫做兄弟脸啊 对兄弟脸 传直播客是以这个Python起家的 传直播客是以JR起家的 而我们老人是以这个运为起家的 反正这每个每个培训机构都是有这个独特的一个特色 然后这个松连它这个是已经 它的机构历史比较悠久可能有十来十几年了 所以说全中国这个有一半的这个Python开发员都是从他那里出来的 对有一半真的是有一半 或者更多 所以说这个Python已经非常饱和了 所以说你现在再去学Python的话根本很难去找这个非常非常高的高精工作 所以说我们要找另外一条路 呃像我们这个有其他Python的我不介绍了啊 然后我们主要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我们今天主要讲这个Tomcat Tomcat呢它就是这个Java的一个解释器一个容器 但是Tomcat不仅是能够解释这个Java的程序 它也能够解析这个HTML文件 所以说我们称呼这个Tomcat又叫什么呢 叫这个web应用 而像我们以前学的这个Python呢 它仅仅是一个PHP文件的一个动态解释器 所以说你们要记住这两个字的区别 也就是说以后你们这个只安装PHP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去正常的进行访问网站的 你必须来个NGX进行搭配起来 但是你如果是用Tomcat的话 你在Tomcat它是可以是单独的独立的作为一个web服务器 它的同它的对比对比软件就是NGX HTBD或者NITYHTBD 所以说这是一个对比范畴 所以说Tomcat和PHP是没有办法做比较的 因为它们不是同一类型软件 然后这个Tomcat呢 它是这个Apaq的两件基金会 这个Apaq大家也非常熟悉了 像我们前面讲过这个HTBD 虽然可能没有正式去学过 但是我们对这个HTBD还有这个Apaq是非常非常了解了 然后这个Apaq其实是这个软件基金会的名字 而我们前面学过那个web服务器HTBD 我们一般称呼它为Apaq 其实因为是因为这个 它的真实名称 就是那个web服务器的真实名称是叫做HTBD 这样叫的 但是为什么平时我们都叫ApaqApaq呢 因为可能这个HTBD可能是这个基金会的龙头产品 就是说它的门面 所以说我们就一般把这个HTBD冲作为Apaq 就这个原因 然后Tomcat呢 也是这个Apaq基金会的一个项目 这个Apaq基金会呢 其实它有很多项目的 比如说什么 哈杜巴 你们应该听说过大数据 应该知道有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软件叫做哈杜巴 它那个就是这个Apaq基金会的 但是说Apaq基金会有哪些软件呢 有这么多 从A到Z每个字母都有 但但其实不是这些软件呢 其实并不是说Apaq基金会 它一个人开发的 它这个基金会嘛 一听到这基金会肯定是有很多人 捐款的或者说一起合办的 所以这里面很多软件 其实都是别人开源社区 捐赠给这个基金会 然后进行呼化 呼化做什么 什么就是那个像母鸡富小鸡一样 什么就是一些开源作者 可能是因为钱的关系 没有办法去去开发下去 所以说他把这个捐赠给这个基金会 然后让他来代为开发 然后代为推广这些东西 像我们中国就有阿里 你与阿里巴巴吧 他就向这个基金会捐赠了一个 一款产品 那产品叫啥呢 是从A开的我们应该 忘了是哪一个啊 反正你们回去收下去就可以了 反正这个并不重要 但你要知道这个Apaq基金会有很多 像我们这个 什么啊 首先Igdp server 他单独的从这里面独立出来了 因为这是一个全的产品 然后其他的他杜盘啊 这里CoreStack是云聚散 就是说以前 前几年还是比较火热的云聚散产品 跟这个OpenStack是 同名 其头并进的 但是现在好像是OpenStack 已经把它竞争过了 他一般的开始已经 用的人不多了 或者说新学的呢 他就不学他了 然后看一下 还有什么其他 你们能见过的 听说过的 好像也没什么了 因为这些软件 其实你们好多都没学过 但是其实到你们以后 接到工作之后 肯定会有很多会接收到的 什么 他们开始在这里面 好 这是一个 Apa级经济会的简单介绍 然后TOMCAT呢 它就是一个免费的 然后也是开放原代码的一个外文应用服务器 反正我们学的这个服务器都是有这个特点 都是免费开源 然后它也是属于轻量级的应用服务器 这轻量级就可以跟这个NGIS什么HTB可以相对比 当然它有个重量级的叫做REASON 但是这个是商业版本的REESIM 这个软件呢 是商业收费的 然后它也是比较大 重量级的 就有点像那个MICSIC跟ARECO对比 这个TOMCAT跟这个REASON是一样对比的 然后它是 安装它也比较麻烦 然后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我们平时作为开发 或者说我们自己这个公司的一些业务应用的话 我们是直接是首选这TOMCAT的 因为它是安装起来也比较简单 然后它的处理能力也不是那么差 就是没可能就是没有商业的比较好 但是说商比较而言的性价比是这个TOMCAT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嘛 互联网公司的最大特点就是没钱 所以说他们一般都是会采用这个TOMCAT 你们不要看到这个公司说 它有什么估值几十个亿几十亿美元那种 但它账上可能就十万块钱 这种东西全都是凭吹的 然后TOMCAT呢 还有和这个NGX呢 还有Apaq的HTBD LiteHTB它是都是Web服务器 他们都具有这个处理这个HTML页面的功能 当然这个处理HTML 只是这个TOMCAT的一个小小的功能 附带的功能 它主要的还是去处理这个GISP文件 处理这个Java相关的东西 所以说TOMCAT呢它处理静态能力呢 因为说就是复数功能嘛 所以说它处理这个静态 而前面的这个功能是不如这个NGX还有Apaq的 所以说我们在工作中呢怎么做的呢 工作中就是所有的静态文件 全部交给这个NGX处理 然后所有的动态文件 GISP文件全部都是交给TOMCAT处理的 所以说我这句话你们能够理解吗 是在NG上如何配置的呀 你们能想明白吗 在NG上如何配置这个功能 所有的静态文件全部交给HTML文件处理 所有的HTML交给NGX处理 所有的GISP文件全部交给TOMCAT处理 你们能想明白这个怎么处理吗 你们一定要有具有这个瑞比的思维啊 你们学过了这个NNNP 那换一种软件你们就想不出来了吗 这个和PAP的处理模式有区别吗 那你们为什么回答不了呢 就是因为换一种新的名词 你们就不知道怎么去操作它 你们一定要进入这个技术的核心啊 把什么东西交给一方处理 把另外什么东西交给另外一方处理 这个和PAP和TOMCAT没有任何关系 这只是NGX的一个功能 一个location规则就可以搞定 和你后端的软件并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是说把这个所有进的页面 我全部到本地查词盘 然后所有的那些动态页面 比如说偏僻 我全部抛给这个9000单狗处理 就是个往后抛的功能而已 那这个TOMCAT有什么区别 我也就是把这个请求 全部抛给TOMCAT就够了 所以说就是location的规则而已 不要把这个软件 换一个新的软件 你们就不会用了 比如说今天你们喜欢TOMCAT的 你们好像会用了一点 好 明天你们公司一用 用的是Risen 那你们又不会用了 这个就不太好 一定要是会具有瑞比 因为这些都是瑞士的 然后目前这个TOMCAT的最新版本是9.0 但今天我们还是用8点几的版本 因为这个软件版本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因为这软件的版本的变更 我们的安装方法依然不变 但是它唯一的影响是对这个开发来说 因为这个TOMCAT 还有什么JDK啊 这些都是有一些新功能 可能它新开了新呃开发软件 在老版本能用 但是在新版本的话 可能那个功能被取消掉了 它就跑不了了 所以说这个对开发比较严重一点 然后你们到公司后怎么用这个软件 能用哪个版本呢 这些人sia 从 Rudy连着 那么全隐落到 他其实是一直的 炳装品 我们这种软件评论 因为我们来说 今天是已经在宣觉 从运作 的一大二三 次变得去 一点点减 那就看主要是看你的开发 他的电脑上装的这个tomcast是什么版本 那你就给他装什么版本 不要说你们今天喜欢tomcast8 就一定要给他弄个8出来 拿他代码必须全部升级了8 没那必要 你说你换个软件版本容易呢 还是说他把它 他的代码全部重写变容易呢 肯定是换版本容易啊 你那拿重写 他怎么杀了 他想你你即使是cto 你即使是这个公司老总 你也没办法 你就说你把这个公司 这个除非你是把这个公司收购了 说这个公司全是你说话 然后你请他出来 因为你让你把一个公司的代码全部重写 这相当于重新开个公司一样 因为这个软件的代码 这个程序代码并不是一个开发写的 可能是几代几年的开发 几十个开发一起写出来的 所以说他都是那种一件衣服上 然后打很多这个补丁 补丁上面打补丁 补丁上面再打补丁那种 你说他把这种全部是补丁的衣服 呃呃呃导致下变成一件新衣服的话 你说这怎么做啊 你除非是去买一件布料 然后重新做一件衣服了 所以说这个以后你们就是 按照你们开发的习惯 然后装软件版本 因为安装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需要你把这版本改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说你们要求你们的是 理解每一个安装步骤是干嘛的 不要是说只会用这个软件 然后直接复粘贴 然后就觉得就能安装完了 一定要明白每一步 然后加入容器还有个瑞子 还有weblogic啊 刚好像说错了 这个weblogic才是商业版本的 还有weblogic多的多的要命 但是说这个最流行的 普遍使用的 你们以后经常接触的 基本就是tomcast 嗯少数是reason weblogic可能到 好像可能到国企可能会用 就比较有钱公司可能会用 好 这就介绍到字 这是tomcast的简介 嗯 各位 smoothas 有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